打开工艺箱仔细的将箱内的捐款取出 以往这一类募集工艺的工作 都会有志工协助帮忙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志工都无法到这里来服务 现在疫情有趋缓的迹象 但志工们还是没回来协助帮忙 更有一些志工受疫情的影响而流失 我们收回来之后 卡片啊什么步骤一定要记得放进去 因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书师 你就会把所有的花票混在一起 不知道是哪一间的 所以就是在我们发票的部分 志工我们会比较严格一点 希望他能够配合基金会的部分 就要比较多一点 而且就是希望训练完之后 他不要再走掉了 所以希望他是长期性的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关系 就是我们很多志工 就是有点大量的流失 一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家里久了 就会开始有点心态踏不太出来 或者是说刚好在家里关久了 他刚好身体就不舒服了 然后就不方便出来 所以变成说现在很多老的志工他出不来 华山基金会草屯服务站的站长韩佩颖表示 草屯站在当地已经服务十几年了 服务失能失衣失智的长者 提供到宅送餐与访饰 整理家务 陪伴就医或取药 原床泡澡 几年节关怀等服务 希望有年轻人或者退休的人员 能够一起投入志工的行列 资深的志工开着我们公务车 然后带着你们去老人家 他家里陪他聊天 那去做仿式这块其实他也不难 独居老人他们大部分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去巡逻他 看看他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说他今天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或者是说可能家里就是电灯都坏掉 某某也没有人会帮他修理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去定期关怀他 看看他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当下志工没办法解决 我们就做记录回来 站长会去连接其他的资源 来帮助这个老人家 希望说如果有时间 有热忱的朋友 一起加入华山基金会的志工行列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在有能力付出时 先来帮助别人 县议员蔡明轩表示 即使是每天短短的一两个小时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共同照顾社会上 失衣失青的独居老人 也是主要就是要关怀我们一些长者 尤其是我们师灵 师智 师能这些长者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当然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拨出空闲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 华山基金会义工的一个行列 我们到宅 可以去陪伴我们这些长者 这项志工的工作 在时间上相当坦性 民众只要有兴趣 愿意协助独居的老人 提供他们关怀与陪伴 基金会非常欢迎大家的投入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